吉隆坡18日讯以银行自动提款机故障,乌易男子取钱时,提款机突然在他面前吐出数百张50令吉,他环顾四周无人后,尽快速捡取所有的钱。 据了解,当时故障的提款机所吐出的钱,有一万令吉之多。 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,一名戴着墨镜及帽子的乌易男子,正站在银行自动提款机前取钱。 视频取自互联网从视频可见,当他将提款卡放回钱包时,他面前的提款机突然吐出大量的纸钞,令他惊讶不已。 只见男子缓缓蹲下身子,环顾四周,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,拿走了地上所有的纸钞。 此视频在网络流传后,引无数网友纷纷留言,并指若此事在他们面前发生,他们也会做出像男子一样的举动,那么多钱,有谁不心动啊? 该名男子是被幸运之神眷顾吧? 无论如何,该视频并没有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及日期。